众所周知,珊瑚难以在深海生存 为此,它们进化出了新的品种 这是一片高30米宽200米的珊瑚带 在食物平级的深海 它们依靠更加宽大的出手 捕捉更为大型的猎物 同样增打自己武器的 还有这种扩巨口海鞘 它们用自己的红吸管 做出了一对肥厚的大嘴唇 将靠近的小动物无情地吸入腹中 同样反常的,还有这种海参 它不像传统海参一样 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而是利用自己的红盖头 原地起飞 漫无目的地游个几百米 累了就直接摆烂坠落 祈祷自己落在食物充足的区域 简直是佛系生物的代表 同样的漂流者 还有这种像蛆一样的生物 它是深海多毛虫的一种 尾部长满了细密的绒毛 通过扭动自己的身躯 在海水里四处漂浮寻找食物 当然反常地布置这些生物 还有深海本身 那些风景的东西 那一片 就不便宜的